哦 哇塞 真挺像的 哈喽 你好你好 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 对 那么首先呢 先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沙 相信大家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背后呢 是金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发掘现场 金沙呢 它是商周时期的一处古蜀遗址 距离我们今天是三千二百多年的时间 在这里呢出土了众多的祭祀品 那么其中在里边还蕴含着很多 今天大家需要的神秘线索 那接下来呢 各位成员就跟我一起开始吧 神秘线索 这处处就不得介绍 不会吧 线索 一步就定一步就好 线索 好 这边来 这是挖出象牙来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金沙的象牙 因为金沙的文物呢 最先公布于众的就是我们的象牙 三千多年的历史 三千二百多年前 哪呢 牙在哪 只有图了 牙没了 当然现在看不到 因为我们的象牙接触空气之后呢 其实它不是那么方便保存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象牙 我们都做了重新回填的一个处理 这个图片的位置底下 差不多是回填了八层左右 对 那我想你知道这个 你们把它挖出来 又把它给放回去了 那我看的是 图片呀 有图片有VCR 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象牙 象牙其实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 用来祭祀的一个东西 因为当时成都还没有修建都江宴 生态环境整体来讲 比较疲惨地发生洪涝灾害 所以他们认为象牙可以起到一个 振灾辟邪的效果 往水里投掷 那么其实我们说到河流呢 转过身 大家看一下 在城堂的背后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这应该是另一边的大象的那种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乌木 乌木 阴沉木 因为早期的话 比较容易出现地震 安泥石流这样的生态情况 所以有些树在当时被冲到河底 被淤泥包裹了之后 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时间 它就慢慢瘫痪了 所以我们的考古发掘过程当中 发现乌木实际上就是有河流存在的证明 但差不多200年前 这个是咱们金沙的一条河道 哇 这里就是一个河道 对 自西向东 然后象牙就在这个地方来进行祭祀的活动 然后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线呢 大家着重观察一下我们的左手边 左手边 对 对 沿途的话我们都是出土了大量的祭祀品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象牙之外呢 还发现了有黄金 玉器 青铜器 包括还有石器和铜器的 都往河里轮 对 大家可以往前走 都有的 我们沿途都来欣赏一下 金罐 金罐 金罐带 带头上的金罐 对 程哥说对了 这个是带头上的一个罐式 金面具 这个是我们金沙出土的金面具 这旁边是啥呀 鹿角 獠牙一直感觉被内涵 我问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原件 真厉害 你看到那个就是说现在随着历史 这个土层越来越高 对 它是根据土壤里边的碳原子的数量 我们来测定的 按阿拉伯数字来区分 数字越小了 距离我们的时间就越近 数字越大 时间越远 所以发掘到最底下的那一层 大家可以看到是商代晚期 这底下你们有的还没挖呢是吧 对 什么是挖呀 什么 我们也希望 等你来吧 我们也希望发掘 真厉害 好了 现在要开始回答问题了 现在什么都没记住 快 人家嘉宾久等了 快 快 嘉宾是都快睡着了吧 我记得有嘉宾的 各位早上好 早上好 很开心 再次见到大家 对 今天有什么特殊的 比如说我们第十一季的录制是吧 对 然后再一次的集结 然后我们安慕熙的十周年 还有我们四月十八的一个新平台的上线 所以今天这是喜上加喜 因为今天是我们奔跑吧 今十一季的奔跑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成员范澄澄 欢迎 以及我们在这一季回归的雨琪 这什么感觉都是小小猫小狗 这都成猴子了 对 我旁边这个人反堵了 这不是在金沙博物馆 就得感受一下这古人的感觉 是不是